好昨天整個積壓庭結果還沒有出來之前 外界都在猜也都在等 到底柯文哲是否會被積壓還是交保 最終這個法官裁定是無保請回 其實整個過程經過了整整70個小時 是一場司法 這個司法界的高手對決的案例 真的是法庭大對決 見指柯文哲 最終呢柯文哲說 這個法官扛住最後的一個壓力了 好真的是錯綜複雜 而且呢還包括了 這檢方呢包括的這個連檢 他們是見指柯文哲罵 好寄出了55張搜索票 好兩階段來收網 那柯文哲的辯護律師 來頭也不熟 包括呢這一位 他是前特徵組的檢察官 叫做鄭申源 還有另外一位的律師是陸正義 好檢方也有最強的一個陣容了 好包括了主任檢察官是江申瑜 檢察官林俊妍 還有這個郭建玉 好上週這個檢方最堅強陣容 他們一口氣申請了55張的搜索票 分兩階段來收網 先是升押了威京集團的主席 沈慶金 市議員印小威獲准之後 然後馬不停蹄 劍指台北市的前市長柯文哲 還有前副市長彭震生 除此之外 檢方這一回有所謂的北檢 神秘端鼓在線 不只是辦這個金華城案 還查了這個針對總統大選 政治現金案 北市科地上權案 好還有漁果市場 南港轉運轉的這個BOT案等等 那當然柯文哲他說這一次真正辛苦的人是法官 他說法官扛住最後的壓力 法官是誰呢 我們也把他照片截出來了 就是這一位 他號稱是這個北檢的劉德華 好他的名字叫做朱嘉義 就是昨天開 昨天晚間八點開著深壓庭的法官 好就是這一位了 那柯文哲特別感謝他 他說呢 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扛住最後的壓力 好那這樣當然啦 朱嘉義呢 朱嘉義他資歷也很深啊 他是台北地方法院強制處分 專庭自身法官 台大法律區畢業 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營救所的碩士 為人很低調 外界評價他是作風穩健謹慎 形勢值得信賴 那尤其他過去也辦過一些很輝煌的案件 比如說 四年前他曾經這個 要審理立委收會案的時候 他也進行了馬拉松寺的開庭 53個小時 在期間他每天呢 只睡3到5個小時 利用短暫的休庭時間進行這個吃東西 還扛著是否要羈押 限制現任立委自由的龐大壓力 最後他當時裁定了蘇正清 廖國棟 陳明超 三位時任立委 羈押進見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陳超明 羈押進見 好當時創下了司法的一個紀錄了 好昨天呢 他也是由他來裁定 這柯文哲是無保請回 所以呢消息一出之後 網友馬上留言了 網友說完蛋了 很擔心 這個法官是不是要被綠共追殺了 又有網友留言說 法官保重 賴黃很小心眼的 那又有網友說 這接下來是北檢一直提抗告 之後還會羈押 好當然呢除了這個金華城案之外 還有包括了檢舒培提出了低雨果市場 柯文哲已檢上發包 這個質疑是不是有圖利中供50億呢 林彥鳳指出了這檢調要就北市科跟南港BOT案呢 這柯文哲有無涉及圖利一幣要來進行調查 所以說呢在這個階段目前看起來 柯文哲雖然是無保請回的 但是面對這個北檢好今天很有可能最快今天提出抗告 然後剛剛特別提到很多人點名其他案件 好政治獻金案 北市科案 雨果市場南港BOT案 後頭這些案子都還在等著柯文哲一一的說清楚了 好那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徐曉星也表示了 北檢從過去到現在是劣跡斑斑 不論是政治辦案的氛圍太重 還是明明偵查不公開 卻會特地洩漏消息給一些特地的媒體 這些事情到今天還正在上演 他說難怪民眾黨現在要把這起案件 升級成為司法迫害 北檢從過去到現在 整個辦案的精細程度 還有那種政治辦案的氛圍 還有明明是偵查不公開 但卻會一直洩漏特定的 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訊息給媒體 特定媒體 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是在繼續上演 所以難怪乎現在民眾黨 他們整體來說 就是要把這個事件升級為政治迫害 司法迫害 那為什麼人家可以這麼做呢 金華城的案子 木可公司的案子 我們都覺得裡面是有問題的 如果今天檢察官能夠依法好好的辦案 就像是桃檢辦證文燦那樣 那把真相找出來不對的人 然後把他繩之以法 這我們都贊成啊 可是北檢現在這樣子的做法 就會使得民眾黨 他們有更多的這個機會 可以把他升高為什麼呢 升高為政治案件嘛 所以你可以從柯文哲 那天鞠躬的記者會 他當然就已經知道 他可能會被約堂 而且可能會被羈押嘛 對 他那天家裡被搜索的時候 檢察官一直叫他上車 他不說不要 我要講完話才要走什麼意思 他就知道後面 他可能也會被面臨到 積壓的風險嘛 甚至他在當時偵訊的時候 他說前面都在問木可公司的案子 然後呢 他就是反正 他覺得與本案無關 那他也沒有拒絕回答 可是被問到金華城案的時候 他就說他累了 他要走了 他難道他跟他的律師不知道 他會這樣會可能被逮捕嗎 當然知道嘛 但就是你金華城的案子 如果還沒有對出金流 拿出確切一刀斃命的證據 你就逮捕了柯文哲 不管是什麼理由 他當然對他的支持者而言 就有一種鞏固的力量 更可以把他作為 司法迫害的升級版 尤其是過去 北檢是劣跡斑斑的情況之下 所以北檢自以為聰明 他是不是也落入了柯文哲 他們整體訴訟的一個圈套當中呢 柯文哲他包含是他的這個 政治現金的這個賬目不清 木可公司是不是成為了 民眾黨的黨營企業 以及金華城的20% 額外的容積獎勵是否合理 然後還有中間所謂 有沒有收受不正當的這個匯款 這四件事情來做討論嘛 結果怎麼會變成 那討論是170萬還是700萬呢 今天容積獎勵如果放寬了20% 只是為了要這個是收匯的話 是匯款的話 你覺得有可能是170萬嗎 那令小微的帳戶裡面 都出現4500萬 4700萬了嘛 所以這就會讓很多的民眾 開始懷疑北檢的辦案 民眾黨他們的訴訟策略是 這是一起司法迫害 所以就算是柯文哲要去坐牢 沒有辦法交保出來 然後呢甚至你要讓他交保 他也繼續坐在那邊 他就是要跟你對賭 你手上沒東西 你手上沒有一刀必命的證據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